遇到惡鄰居,你會選擇對他以牙還牙、以眼還眼嗎? 高雄的一位謝生生,家裡長年的飽受漏水之苦 他認為,這都是樓上的鄰居沒有做好防水系統害的 起初他一人再忍,但忍了10年之後 他想要報復鄰居的心,終於控制不住 去年的10月,他一氣之下,拿著墊鑽到頂樓 打算磨破水管,讓對方也嘗嘗滴水滋味 但其實是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不容水電 結果一個用力過猛,不只鑽破了水管 還直接把鄰居的天花板給鑽出了一個洞 樓上的鄰居發現家裡下雨,氣得把謝生生告上法院 最讓人意外的是,法院發現10年前 法官就已經判定過,謝生生家裡的漏水 跟樓上鄰居沒有任何關係 呃...所以現在是怎樣? 大家有跟這個惡鄰居對峙過的經驗嗎? 留言,分享一下吧!